278个公羊配1400只公羊 他就挺忙啊 看看我家的羊群 这里面不光是我们家的 但别看这个大黑羊的 多数都是我家的 我家的新品种 我看你这个大个人呢 这个是公羊的 这里面的公羊是最近才放进去的 它的重任就是繁衍后代 它这个大羊群里面有1400多只羊 但是猜一猜它放了多少只公羊 里面才278个公羊 278个公羊配1400只公羊 平均一只公羊几个媳妇 他就挺忙啊 多吃点啊 多吃点 你们多吃点我们才能吃得多呀 骑摩托走的 都是我们这儿放羊的羊毛 这个小狗狗 就它在这儿放羊 前面还有马 这个时候羊群在这个地里都是吃什么的 都是吃我们刚被收割完的那个麦子 最后剩的麦杆 我们捡捡里面 因为掉的餐杂 就在外面 春天这些羊就是满山遍野的溜的 所谓的溜的羊溜的羊 就是这样的 为什么就说我们这里羊的肉质比较好呢 主要原因就是它平常都是满山遍野的溜的这吃草 不像是有的地方养牛羊就是把它圈养 用饲料去摧肥的 那样的羊肉牛肉的肉质特别不好 就属于育肥的 它的生长周期也比较长 不像育肥的几个月就给它摧肥了 像我们这儿都是一个成羊啊 最好吃的时候就是两岁以上 这些羊里面有两岁有三岁的 我们家有几个比较小一点的 不到一年还都在家里面留着呢 那个可能要过一段时间我妈就准备把它卖了 再过两天 我们就要彻底走了 哎 王叔啊 哈哈哈 来看看羊 爸啊 啊 三年前了 哈哈哈 哎呀 这不要搬家了吗 来来为了为了你 哈哈哈 啥都搬呢 这羊镖长得多好 一个个标飞其壮 好好吃吧小羊 今年可能也就来偶尔一次来看看你们 等到明年我再来 等到明年带来看你们啊 哈哈哈 快把石块说出来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拜拜了小羊们 多吃点啊 哎 哎 哎 沙里的妈妈在这呢 哈哈 看她妈妈长得多好 看她妈妈长得多好 哎 哎